我们一单给你抽5% 你别太抠了 你俩能不能不要把抠我 这两个字写到脸子 我们有甩手 是弥戒期是吧 这啥态度 第一场戏她演得特别好 我印象深刻 你过来跟我说 她说天哪 你就是天生吃这碗饭的 没有天哪这样的 实际上说的 抓捕现在开始 我可是翻脸不认人的 你是狼 别想跑了 怎么可能追不上我呢 你躲在那边 胡锡林 写 不要让她跑了 太可怕了 孟姐我有问题问你 汉哥跟弟弟都演过 盗铭丝 你觉得哪个盗铭丝演得好 你不要怪我 就两句话 不要怪我 是 你说你还没有 直接把我都演一样 就是你全部人 你还没有 我不听 不是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她就是 她就是 她演的吧 这样说也不好 她的头 她的那个头和发型 发型 就是比你的那个要张狂 所以是发型演得好 对 发型演得好 跟我们俩没关系 所以只是发型 不要不高兴 已经不高兴了 已经生气了 已经生气了 你至于吗 特别小气 你不至于吧 非常小气我 她是你的前辈 弟弟弟弟 我以为你要说她是 来 干活 干活干活 怎么办 我狠狠 你就没有想过算 我也可以搞一个什么样子的任务 然后让别人跟着你 那我不是想不出来什么任务吗 看一个你最喜欢的熟气的 来 CC说我唱这个歌 是几乎是原唱的那种歌 C的耳朵也不怎么样 我这人已经喝好耳边猴可代鼓 你看看吧 这什么剩下果 对对对 哦 莫文蔚 就能来莫文蔚 来 预备 起 你这会假装害臊了你真是 没事没事 你不要害羞 来 起 不错 也许放弃 才能靠近你 才能靠近你 不再见你 你才会把我记起 不错 时间累积 起起天呐 这剩下的过失 还是弄自己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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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吧 哎 等于莫文蔚唱歌也跑掉 哎呀 我这个不怎么跑掉 他这个唱的很好 中间有一个地方就是险些 但是又回来了 他一点点马上回来啊 我觉得你要把声音得放出来 也许放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来听 预备 起 也许放弃 换了个调啊 这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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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听他 他是仁义的 你别听他 他们那不学唱歌 也许放弃 您跑掉了 没跑掉了 这是平息的唱法 也许放弃 才能靠近你 哎 学生回忆 ожно 呀 还是 哈哈哈 我要试着离开你 不要再想你 R&B唱吧 就是R&B 转音 你怎么老转音 梦式转音 对 再高一点 你总是会高半个音这样 咋整啊 那这怎么办 还有救吗 有救 就是要多接触就好 你就比如说你要跟着这个来 咪 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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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你不想教吗 不用唱那么准 你这真的假的那么难学吗 我 抱头 抱头 我不行了 弟弟 你快点快点 弟弟弟弟弟 别闹 我来不了了 我和声不行 我伯狗的事 我伯狗的事 我是练伯狗的 不行 不行 你看你忍心 你看哥哥难受吗 下一个动作 我就这动作了 下一个动作了 我就这动作了 啊 我干活 我干活 你别闹那车 赶你呢 别闹 我喝种菜 别闹 咱广播战必须需要核心 哈哈哈哈 我那个 下一个动作 那个广播 发屏 摸膝盖啊 预备走 有意义 啊 不是我现在我我是认情 你要干嘛 啊 啊 啊 我来不了 哎 我有病 哎 妈妈 我走 赶紧走 啊 啊 啊 教练 教练 我想打篮球 教练 二十 三十是吧 啊 二十五二十五 你做了吧 赶紧的 别闹 哎呀 我没闹 这一期 我现在收回刚才一句话 这 这一季比上一季不好玩 因为有不好玩的人 哈哈哈哈 来吧 洗吧 十个十个 三 四 四 五 五 六 我前里怎么像个弹簧似的 哈哈哈哈 七 人家是用腹肌 也是用爆发力 哎 哎 哎 哈哈哈哈 这样笼统一点 这是一位大师 我来说 我来说 这是一个男人 哎呀 见走偏锋哦 到你了 他比我矮 哦 耶 哇 这个如果见面的话你也能这么说 也是也是景仰景仰 也是景仰景仰 小CC 我们都跟他认识 呃他口才很好 你们都说完了 对 你这么听吗 他在他在他在在翻译呢 翻译 你给我直接试试 这是一个男人 这个如果见面的话你也能 好 ok ok 口才很好 三个字 ok 我想一想 呃 是一个很 很 让我很开心的一个人 好难啊 投谁啊 来考虑三秒后投票啊 三二一 投 你们是在干嘛 为什么这么爱投我呀 不重要了 那个你淘汰 很生气 我肯定不是 游戏继续冤死 我真的服了你们了 就是笼统一点 我说他是一个男人有问题吗 你们什么意义 你们说他不是男人是吗 你这个形容真的应该出好 来下一下一轮 就应该开始 他昨天睡了我的地方 哈哈哈 哦好的 还在我们这里 他昨天晚上大聊艺术 哈哈哈 是不是该我说了啊 对我们几年前就认识 他的脚不大 你这个是怎么知道的啊 因为 知道没事好下一个 他挺幽默的 好考虑三秒后投票 三 二 一 你出局了 你出局了 来给我看看吧 冤死游戏继续 他快回来了不应该 嗯 他今天运动了 运动特别特别可爱 我看到了 他昨天晚上穿了辛普森 懂了 我知道我也知道大概另外是谁 懂了 现在直播中的其中一个 投他 来考虑三秒后投票 三 二 一 投 冤死冤死冤死那卧底赢了 卧底赢了 卧底是谁 卧底是他 郭德纲啊 你也是卧底吧 我是郭德纲啊 对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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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了 那么请问你觉得你的离开 对这个节目有什么影响吗 好犀利 上来就这么犀利 他们好会说话 我好羡慕啊 好安静 但他们都说有人打呼噜 是不是你 你是没听见别人 别人都听见了你 原因找到了 安全在桃花屋上抠 最温暖的声音 你好吗 我的老朋友们 我们是 650 Radio 我们 回来了 好棒啊 欢迎 那么 实过一年之后 我们仍然是你最好的DJ主播 我们 林子说一说这一年的感受吧 我哥现在怎么说话 口头有点变了 亮年你哥喂马了 往马方向走了是吧 开始 反正确实是我这一年 其实也是没有干什么正经事 因为自打这个离开了大家之后呢 我也是 我也是茶不思饭不响 孤孤单单冷冷清清 困过牢牢齐齐 凉凉 独自一个人 我就不往后唱了啊 尤其这次来之前 我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 鬼才信 OK 非常不错 这个怎么来了一位新主播 好多DJ回来都是这样吗 OK 非常不错 那我们看看第一个问题 将由雪晴给到 那么请问你觉得你的离开 对这个节目有什么影响吗 好犀利 上来就这么犀利 我觉得我不来可能会引起 腾讯视频股价的下跌 太漂亮了 哎呀 开玩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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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欢迎回来 现在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下午 三点二十三分 这是个爆十节目 三分钟还要爆魁石 不知道说啥的就爆魁石 OK 那么其实新的一季啊 大家也确实有一些 有各种各样的变动 来了一些新的朋友 然后有些老朋友 大家对于去年那个 第一次你来到六零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 我先说吧 因为我和我和你们几个不太一样 你们是一开始就非常抱团 你们一开始孤立我 你们不带我玩 这也是我为什么这一季 我不来这个节目的很重要的原因 看透了人性 但是我很感谢 哥哥姐姐能给我这个机会 能加入你们 哪怕是在旁边看着 我其实也感觉到 假的 温暖 快点不给他三千 开起来 OK 回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二十八分 我觉得真是一个非常有时间观点的人 来来 蜡幕稍微回忆一下 稍微走点心 对 蜡幕对 我觉得让我最难忘的时刻呢 就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我们几个一起 步履蹒跚地走到了650电台 望着那些满屋的装修材料 但是这样吧 就咱就摆一道 没有一个人愿意动手 人生就是凑着 都在那比谁懒 在那一天呢 我确实就是 心里很触动 因为确实没有人愿意干那个活 然后我和大林 蜡蜡蜡蜡 我在聊天 我和大林 人从里发现 望苏龙这么爱干活 我感觉啊 他忘本了 其实偷了是最难的 来 太阳 然后我就想 吃辣了 吃辣一个人 吃辣一个人 用他最矮小的身体 跳起了最沉的担子 然后 纳着我心里就能不能死 我 这是我在六五零 最难忘的时间 他教会了我 每一会儿就不要硬干 教会了我们 不是一家人 不计一家分 他们也确实就在那胡扯 确实有点太胡扯了 你最开心 差不多 我觉得咱们稍微有点营呀 行不行 其实我觉得六五零 感觉就好像我们四个人在那 胡闹 真是 完全就是胡闹 其实可以有一些新的直播形式 没错没错 比如说我们可以给他那种 3D立体的 还有那种助眠的 我们就 哎呀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但是 就是 既然是 朋友嘛 就要陪着一起冒傻气 不管你做多傻的事 我 我就行 喂 来吧 我们可以尝试那个 你好吧 朋友们 我在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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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我们可以那种 试播享受 试播 喝水 四个人叭起嘴 我去鼻子 每当我站在海边的时候 和听着海浪的拍打声 哇 都会让我万见 对未来的各种焦虑 扣扣扣扣 那一刻 哎 这儿不要钓鱼啊 哈哈哈 好生动啊 这个电台 海边人太多了 我说实在是 好吵啊 他们仨四个真人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他们好会说话 我好羡慕啊 今天我们还是聊聊主题啊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 刚才那不是主题 今天的主题呢 因为也算是我们第二集的第一次开播 那么咱们就是说 对今年的650 Radio 大家有什么展望 我有个好主意 关于台长说650的展望 我们再办一次开业怎么样 重张开业 这把去年的一切咱们都再整一次 一毛一样 你得换个人 之前写那个词什么的 对得重写了 不是你还这个词 就把名开下去 你想穿那个维顺的女魔头换个谁 换成雪儿姐 这我们也有贡献值啊 遛孩子 前面那帮人肯定会羡慕死 把那个桃花屋第一大好人换成废其名 你现在就开始做吗 对啊 我觉得大家溜达完了 回来的差不多可以吃的 加一袋吧 不然不够了 算了 尝一尝 好吃了 再来一次 真的是 有机王子这回 有机王子 有机王子就是王川军 天天种菜的还不是有机王子吗 其实我一搅一个坑都可以种菜了 谁在里面呢 川军哥 应该是他 王哥 王哥天天 这哥哥晒吐鲁皮了 整个个地 我昨天现在喝了 那晒痛苦 这期都能找着 还有哪些人是 这期有那个 搞缝纫的吗 这期好像还没有 没有 就和缝纫相通的是 钢筋 也都是 就断工多 他也有脚 道理都是通 是的 而且这一季 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这次大家这么多人住在一起 跟这么多人一起睡在 一张大同铺上 有什么感觉 其实我自己个人来讲 我发现了我们男企 没有人打呼噜 真难得 但是女企那边 我有时候半夜坐起来 我就挺 我说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好安静 但他们都说有人打呼噜 是不是你 你是没听见别人 别人都听见了你 原因找到了 打呼噜那个人 永远不知道自己打呼噜 对不起大家了 那么你们呢 对于这种大同铺 有什么感觉 其实我觉得 大同铺有一个 特别好的地方在于 它可以让我们之间 迅速地建立 比较亲密的关系 因为真的是 你可以看到他卸妆的样子 看他洗澡的样子 然后我们会在这个床上 那天吐上洗澡吗 洗澡汁 你跟进去了 打洗澡你上厕所 你看是他 你能接我瞅眼 洗澡汁 洗澡之后的样子 然后呢你知道 我们再躺在床上 在一起聊聊天 因为你躺在一张床上 你不得不聊聊天的时候 可以真的可以迅速建立一些 比较亲密的关系 OK 大家聊了很多 关于这方面的话题 那么也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本期的节目 这里依然是桃花物上空 最温暖的声音 所有桃花物的朋友们 我们下一期 再见 我们下一期 再见 怎么一年一年没播这么垮 我觉得今天很好 他们几个真是一本正硬的 胡说八道真的 生生互说了四十来分钟 让我听得实在太难受了 你想找他们比较一下吗 可以 再回去砸他们场子 我觉得咱们说 要比他们说好多了 真的 太单一 没有话题 没有方向 我觉得加入我的话 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 主要还是缺了我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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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